以我的作例子 各位你看一下 比如說我用什麼 各位看來穿什麼東西嗎? 彎球,有沒有 我盡量不用貓跟狗 因為貓跟狗做的太多了 他的繩子會比較慢一點 那我給他的關鍵字就是 可愛的彎球穿著戰鬥的盔甲 翻成英文之後呢 把他英文copy起來 貼到我們這邊來 貼到我們這個英文關鍵字的 然後這邊來 各位升完以後呢 如果這兩張你覺得還不是很喜歡 這時候可能是他的風格你並不喜歡 你先不要緊張 關鍵字不要換 你就換風格就好 我剛剛不是講嗎? 同一個主題用不同的風格 去世的找人看 找出你要的 這次我改成這個 我看看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蠻漂亮的 好 不同的風格 一樣的關鍵字 再讓他去升 因為我們一次只升兩張 距離我們100張的quota 就還有一段距離就不用緊張 好 所以呢各位呢 他一開始出來的風格不是你喜歡的 你關鍵字不要變 就直接去變你的風格就可以了 你可以給他一個完全加 不同的風格試看看 OK 好來 那我把螢幕還給各位 等一下呢 如果呢 下一步就是 如果假設 你找到一張你喜歡的風格了 那我們可以以那一張當基準 去改變他不同的其他地方 以那一張為基準 比如說改他的什麼 表情啊 或者是讓他拿不同的東西啊 或者是改變不同的知識看看啊 這樣了解啊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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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好 那 好 那么在寻找风格的过程当中 各位呢都可以在我们他所提供的这么多的风格里面去做取决 如果他生出来的对你而言就很漂亮了 那么各位呢你可以第一步的先把那一张符合你风格的那一张 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没关系 那我们等一下先教各位呢 你如果那一张就是你想要成为那八张贴图里面的其中一张 你就可以先把它下载下来 后面的后面的七张的话呢 你再选择用我们等一下进一步要跟各位讲的 以那一张你找到的不错的那一张为基准 再往下继续发展 这样的话呢你的这八张才不会差太多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么呢当你呢如果呢变换了几种风格之后 发现了比较一下发现了有找到你要的感觉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以那张当基准 来那你暂停一下动作 看来看一看一看 好 比如说我觉得这张这样这三种代表不同的风格嘛 我现在看一看看一看觉得这一种的好像蛮好看的 看一看 更可愛更漂亮更漂亮 如果这张我就想把它变成是我当作八张贴图里面的其中一张了 你就到画面滑鼠放进来 左上角就会有一个下载当漏的一个按钮给你盯着 这一张当下就可以让你下载下来了 好那我们讲说呢这个基本上都是JBG啦 所以你就不用管它存在你自己比较好找的地方 像我建议给我们的存在图片好了 不然这个资料桿里面你也太好锤 好 党名的话呢 你自己随便你好认的就好 比如说01好了 就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党名啊 风格啊 存档的类型啊 就JBG就不要动它 党名的话呢 我们就用0102来代表就好 图片存在这边 等一下你会比较好找 好 我们就按存档 所以如果要下载的 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钮去下载 好 这第一步 第二步呢 我要以它当基准 去变化其他的其他的七张的感觉 其他的不同的 那你就按这个加号 你要以这一张当基准再去发展 你就按这个加号 按下去的一瞬间 来你注意看 按下去的一瞬间 它会跑到哪里去呢 在左下角 你滑鼠移到左边等滚动一下滚 有看到在这里 它就把这一张抓过来当基准 等一下呢 我们再去改关键字 它就会把关键字配合你这一张 再去伸成其他的新的图 所以各位呢 你找一张你喜欢的 把它按这个加号 跑过来当基准 好 来各位呢 我在这边等各位 好 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这八张都差太多 都怎么样 八张啊 完全不同的 那个 那个风格差太多的话呢 这个就是可以你 以这一张当基准再去发展 我刚刚黑板那不是写吗 可能八个不同的表情啊 然后八个不同的姿势啊 那就OK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以这张当基准继续往下发展 看是要去变化的表情啊 还是变化的姿势啦 还是变化的风格啦 都可以 像这套AI的话呢 它的这个特点就蛮不错的 很多的其他的AI的 以文生土的工具 都没有这种功能 那这套Playground的话还蛮不错的 它有这样的功能 那么各位呢 都可以从这个发展下去 谢谢